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回到家 我们应该怎样做 怎么让我们自己 不要把病毒带回家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 首先 在家门口 要准备一个垃圾桶 这样把我们日常的口罩 放在这边 不要带回家 那我们怎么来脱我们的口罩呢 一定要注意 手不要碰到口罩的从外面 要这样 然后 打这盒 再这盒 再扣一下 小皮疙瘩一下 像皮疙瘩一样 我们把它进入去 扣上 再扣一下 扣着就好了 然后扣在我们的安妓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一定要注意 这个把手一般来讲 是污染比较炎症的 病毒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呢 我们出门的时候 尽量注意 这个把手只要摸过 就认为自己的手 已经是沾到病毒了 已经是干净的了 然后我们进家里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什么选择 应该是有方式 是用脚关门 当然这个也没有必要 我们刚刚使的是这只手 让我们得 这只手呢 把这个门关上去 然后家里在全关处 最好准备一个喷壶 我们一般采用 一用酒精 直接放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非常少的话 那适当稀缺一点也可以 用这个东西进行喷散 可以起来一个比较好的消毒作用 当然如果家里也有免收洗液的话 也可以直接使用 好那我们就采用这种简粒的喷洗液 进行消毒 之后呢 简单脱涉一下 然后我们脱鞋 脱鞋的时候呢 尽量注意 无菌须 最好用这个垫子 来限制一下 然后这里面是脏的 外面是干净的 到我们脱完鞋之后呢 换上我们干净的鞋 穿上之后 再把这只鞋 放回鞋废里面 之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 进行一个分析消毒 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就脱外套 这样我们把里面朝外 而外面朝底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这个 无菌的区域 更接近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而把 可能会造成 污染的环境 放在里面 那如果说 价值消毒也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在放置前 可以 外面 进行一个 很简单的消毒 这个时候 还不要往最后一个洞头 我们要把手机拿出来 其实手机上面呢 它采用的 给你鞋子软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因为它很容易 和我们的手 和别人接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纸巾 这个刚刚的酒精 可以进行一个分散 之后呢 用这个纸巾 来把我们的手机 前天套后 都擦得干净一些 最后呢 我们可以用同一张纸巾 或者换一张纸巾 把刚刚这个门把手 给它擦拭干净 之后把纸巾丢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洗手 那洗手的话呢 我们尽量用洗手液 进行洗手 那我们洗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顺便几个方式 我们分六部洗手法 我们讲一下 首先 它足够多的洗手液 然后呢 放置在手心 采用六部洗手法 我们简单总结一个口诀 叫正反夹工大力丸 解释一下 首先 摁面 进行拖洗 然后反面 进行拖洗 之后夹工 是把手指头 这样 拖开 进行 拖洗 然后大 就是大拇指 立 就是把手指头 立起来 把手心 掌心 进行一个清洗 完 就是手腕 压 压的手腕 清洗完之后呢 我们 冲水 之后我们也把 水龙头的 打手的部位 进行清洗之后 好 下面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布来擦干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注意 这个手筋呢 最好每天都要进行清洗 因为如果时间久了 上面也会沾很多的细菌和病毒 好 然后进加班之后呢 我们现在手上是干净的 然后身上呢 其实病是完全干净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每天上班回家之后 那这身衣服最好是直接放在洗衣机去洗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出门买个菜 或者说举个快递的话 不可能每次都去洗衣服 那怎么做 最方便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所以脱完衣服之后呢 我们尽量还是保持刚刚的原则 把朝外的这一面 尽量放在里面 所以说呢 我们脱的时候 也尽量 把里面朝外 然后把它叠好 放在一起 然后像头仔裤 也是尽量 把内外 给它反过来 这么呢 这样放着去穿 就可以了 那这个区域呢 我们尽量不要放别的 比如贴身穿的衣服 只放我们外出的衣服 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这样的话 出门和进门 在这个地方 更换衣服 就可以了